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认4月26 我是海明 我是小曼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的话题分别是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 情感夜线 京京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我是小主播 西雅图少年说 曹律师信香 七成美丽说 天方夜谭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运运畅谈 跟我学粤语 一林漫画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HDFM980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 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KKNW A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辉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德国据特斯洛县 17日夜间表示 德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 托尼斯集团 位于当地的肉联厂 已有657名员工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受此影响 当地卫生部门 已经要求7000多人进行隔离 托尼斯集团当天 为此次聚集性感染事件 向公众道歉 由于突破了 德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感染上限 据特斯洛县 已经关闭 当地所有学校和幼儿园 不过 县长阿德纳表示 不会采取封城措施 日本大阪府17日宣布 将于6月30日开始启动 日本国内首个新冠疫苗临床实验 综合日本朝日新闻等媒体报道 大阪府知事 及村阳文17日表示 从30日开始 将对20至30名当地医疗从业者 进行疫苗临床实验 如果能确认疫苗的安全性 下一步会以400至500人为对象 继续扩大实验范围 报道称 该疫苗由大阪府 大阪大学及医疗新兴业等联合开发 从今年4月开始缔结合作协定 力争在年内制造20万人份的疫苗 并计划在明年春天或秋天实施推广 大阪府方面称 进行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 在日本国内上出首次 当地时间6月17日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作家 在伦敦议会大厦外 遭遇了一起追尾事故 据报道 当时英国议会活动刚刚结束 约翰逊在返回途中 一名抗议男子突然从路边的 抗议人群中冲出 导致约翰逊的作家紧急刹车 但其后尾随的安保车辆 未能及时停车 与首相作家发生碰撞 当地警方表示 该名抗议男子 一 因为违法公共秩序法 和阻碍道路交通在现场被捕 据英国发言人称 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据法国媒体17日报道 法国航空公司计划 到2022年裁减8000至1万名员工 据法国主流经济日报 回声报的报道称 法航将在6月底至7月初 提交的公司重组计划中 公布具体裁员人数 根据该计划 法航将在自愿离职的基础上裁员 涉及飞行员 控程人员 地勤人员等多个岗位 法航旗下主要运营 法国国内和欧洲国家的 支线航空公司 霍普公司可能受影响最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法国航公司遭受巨大损失 法国政府同意 为其提供巨额国家援助的同时 要求法航承诺 到2024年将国内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50% 法航之后决定到2021年年底 将国内航班减少40%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5度 摄氏13度 明天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71度 摄氏22度 最低气温华氏54度 摄氏12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 在美中关系紧张的不断升级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 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会见了中国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 会谈在当地时间接近下午4点结束 这是美中高级官员多个月来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根据美国国务院早前公布的日程 这次闭门会议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举行 但双方都未列出会议议程 过去几个月来 蓬佩奥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美国所说的 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损害美国和全球利益的行为 他一直强烈批评北京对新冠病毒的处理 称如果中国能够更加透明的分享信息 可以避免全球数十万人的死亡 他还抨击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计划 将严重削弱香港民众的权利并损害美国的利益 据信 蓬佩奥还会试图说服中国官员 参与美国与俄罗斯就定立新的核武器控制条约计划举行的谈判 中方此前表示不会参与这项谈判 一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举行蓬佩奥与杨洁篪这次会谈的要求是中方提出的 但是截止美东时间星期三深夜 中国外交部 国家媒体 新华社等官方消息平台都没有发表相关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 一连两天被外媒问到这次美中高层会谈 他回答说 没有相关消息可以提供 观察人士们说 美中两个关系近来已经跌至了多年来的低点 曾多次称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的特朗普总统 过去几周没有再提与中国领导人的良好关系 他今年5月甚至表示可能会切断与北京的关系 就在蓬佩奥与杨洁篪举行会谈的前几个小时 特朗普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 这项在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优势取得通过的法案 谴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集中营 侵犯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 不过特朗普在签署这项法案时发表的声明中说 法案规定对中国相关官员实施制裁的条款 可能限制了宪法赋予总统展开外交努力的权利 这项声明为特朗普政府的酌情实施制裁留下了伏笔 中印边境冲突 印度总理莫迪周三打破沉默 对20名印度士兵在与中国军方的边境冲突中 丧声发出严厉警告 印度希望和平 但如果受到挑衅印度有能力做出恰当的回应 中国则承诺避免更大的冲突 但该国外长尖锐地表示 中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易 据分析 习近平和莫迪都是雄心勃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 都渴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角色 都不想冒丢面子的风险 他们或许并不想在喜马拉雅山边进起冲突 但两人现在面临的军事危机 可能会以危险的方式失控 周一晚些时候 20名印度士兵在有争议的中印边界发生冲突 被中国军队打死 军事专家说 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这两个有何大国对他们在喜马拉雅山脉边界线的确切位置 已有几十年的争端 此次暴力冲突是这一争端的延续 60年前 印度和中国因边界争端打过一仗 两国在1962年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定 虽然中印从未就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这片令人生畏的高原上的边界线 举行过正式谈判 但停战协定确定了一条长达3400公里的实质控制线 从那以后 这个地区一直保持着不稳定的和平 但每当这里有暴力事件爆发 全世界都会焦虑的关注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都拥有核武器 两国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 都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情绪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最近几个月 紧张局势已经漫溢为士兵之间的斗殴 周一晚间 这种暴力达到了危险的高度 20名印度军人 其中包括一名军官被中国军队打死 据说 这是数十年来 这个海拔4300多米地方的冲突 首次造成人员伤亡 虽然实际控制线的目的是用划定一条分界线 来缓解1962年战争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两国对这里的许多土地仍存在争议 中国和印度都通过修建公路 电话线和飞机跑道等基础设施 以及派军队进行定期巡逻 来推进自己的主权主张 这条分界线穿过一个被称为达拉克的地区 达达克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 但位于该地区不太为人所知的佛教地区 达达克与西藏接壤 有时甚至被称为小西藏 达达克位于几条重要贸易路线的交叉口 有着丰富的贸易历史 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 关闭了西藏和中亚的陆路边界后 达达克的贸易停止了 如今这片人口稀少 但极为美丽的土地 主要以旅游目的地闻名 今年5月 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高海拔营地的 中印士兵发生了一场大斗殴 北京方面的反应迅速有力 中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的几个边境点 与印度士兵发生了冲突 这些边境点有的相距约11600公里 从那以后 两国军队都向该地区派遣了数千名援军 印度分析人士说 中国用自卸卡车外交机 运兵车 火炮和装甲车加强了军力 目前占领着印度领土 随着世界被新冠病毒大流行分散了注意力 北京在最近几周 已经采取了展示经济 外交和军事实力的一系列挑衅做法 中国在沿岸分界线的几个 多个地点入侵和调动 已经在印度引发了人们的怀疑 认为这是中国为向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施加 而进行的协同攻势 引发最近紧张局势的导火索 似乎是印度军队正在加尔万山谷的山口修建公路 这条公路将通往一个偏远的空军基地 军事分析人士说 这条公路完全在印度境内 但中国人已决意要挫败印度提升其军事地位的努力 周二的初步报道表明 这些士兵并非遭到枪击 而是一场动用石块和木棍的混战中被杀的 目前尚不清楚印度将对中国做出怎样的回应 北京周三新增21例新冠确诊病例 11周来的总病例数达158例 截至目前 北京的新发感染病例数远未达到武汉的水平 政府采取的限制措施也没有武汉那么严格 但这波疫情的爆发提醒人们 即使是动用了高科技监控工具和其他威权控制的中国 新冠疫情也可能会卷土重来 中国富商猥亵儿童破刑五年引发争议 周三 上海一家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 反地产大亨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 案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如何处理侵犯虐待儿童行为的讨论 在社交媒体上 许多人认为对王振华的判决过轻 近年来 中国有数十名女性公刊举报权威男性的施暴行为 虽然有人赢格了正义 但也有一些遭遇网络审查诉讼 以及因当局不愿干预而面临阻碍 根据《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摘录 特朗普称习近平应该继续为新疆维吾尔人建立拘留营 波尔顿写道 特朗普说他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纪念日之前 特朗普拒绝发表声明 他说谁在乎这事 我正在努力达成协议 我不想发生什么事 中国采集男性DNA用于监控 中国警方正在采集全国各地的男人和男孩的血液样本 以建立一套涵盖七亿男性的基因图谱 从而为当局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新工具 帮助其建立高科技监控国家 时报审阅相关文件发现 中国警方自2017年底以来一直在收集样本 警方称他们需要数据库来抓捕犯人 且人们同意政府采集他们的DNA 批评人士则警告称 这可能会诱使官员惩罚活动人士和异见者的亲属 并称参与者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想娱乐 下载Himalaya 听资讯 下载Himalaya 学英语 下载Himalaya 快下载Himalaya App HIMALAYA Himalaya 你想听的全免费哦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 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 您可以下载电子书 电子有声书 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 电视节目以及音乐 请访问 spl.org slash digital 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海明 我是小曼 今天是2020年6月17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解密码阿姨排唐江与松饼的制造商 百事旗下的贵格燕麦公司 6月17日星期三宣布将为该产品改名 并进行品牌重塑 贵格燕麦公司表示 他们认识到这一品牌是基于种族刻板印象 贵格燕麦北美食品公司副总裁和首席营销官克里斯丁 克勒普·福尔在新闻中说 虽然多年来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 希望以恰当和尊重的方式更新品牌 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些改变并不够 哈佛取消新生入学标准化考试要求 哈佛大学表示 2025届入学申请不再要求标准化考试的分数 哈佛大学在其网站上发表了这一声明 位于马瑟诸瑟州的剑桥的哈佛大学 加入了其他美国长青藤名校的决定 在九所长青藤大学中 除了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外 其余八所都取消了这些考试要求 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间 许多其他学校已经放松了入学要求 哈佛大学的声明说 我们明白新冠病毒大流行病 为安排让所有学生参加考试制造了无法逾越的挑战 特别是那些经济条件不充裕的学生 我们相信这项临时改变应对的这些挑战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对一批中国在强迫劳动的情况下 制造的发制品下达了暂扣令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将从6月17日起 在所有美国入境口案扣留一批进口商品 这些商品全部或部分由中国新疆 洛府县美新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发制品制成 声明指出 下达暂扣令是因为有信息合理的表明 产品的生产使用了监狱劳工 且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 他们遭遇了过度加班 工资被扣以及行动受限等境遇 联邦法法规规定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 通过强迫劳动 包括罪犯劳动 强迫农工或契约劳工开采 制造或生产的商品 声明中说 这份暂扣令将要求 在美国所有入境口案扣留 发产品和任何此类制成品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贸易办公室 执行助理专员布伦达·史密斯说 作为其贸易执法职责的一部分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将继续密切关注美国的供应链 是否与强迫劳动有联系 并将迅速采取执法行动 阻止和破坏在强迫劳动下 制造的商品的进口 美国肉厂警告国内肉荒 史密斯费尔德食品公司 是第一家在4月发出警告的公司 称新冠病毒疫情 正是美国在我们的肉类 供应方面处于危险的边缘 泰森食品公司也敲响警钟 称工厂由于疫情爆发而关闭 国内供应链将有数百万磅的肉消失 同月 史密斯费尔德向中国出口了 9,170吨猪肉 这是该公司过去三年中 向这里出口量最高的一个月 泰森向中国的出口了 17,289吨的猪肉 为2017年1月以来的最高 4月 出口到中国的美国产猪肉 总量达到创纪录的12.9万吨 该数据由标准普尔 全球市场情报公司 供应链研究部门 信聚网和农业部收集 为了在疫情期间维持工厂的运转 肉品产业鼓吹 其在美国民生中的重要供给作用 而这样的数据可能会使其尴尬 尽管一些肉类公司称其大部分出口猪肉 是在疫情爆发前生产的 但即使是以前加工的肉品 也本可在4月和5月上架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6月17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216万1593人 死亡11万7694人 截止到6月16日晚 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 26784人 死亡1226人 由于卫生官员修正了州数据问题 导致全州COVID-19死亡人数下降 卫生部发言人 丽莎·斯特罗姆·沃伦说 该州将7人从其死亡名单中删除 因为尽管这些人患有COVID-19 但并非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1044人 死亡26人 华州确诊人数目前列全美国第22位 新的冠状病毒继续在世界范围内 产生灾难性影响 加拿大 墨西哥和美国延长了边界限制 在新的疫情爆发期间 北京取消了超过60%的商业航班 并提高了预警水平 人们普遍预计英国的失业率将很快达到 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美国人是50年来最不快乐的人 华州卫生部DOH周三透露 在该州测试数据出现问题的最新病例中 自4月21日以来 该州的仪表板显示 测试阴性的人数比实际多了13% 根据DOH新闻稿 虚增的数字是一种变通方法的结果 该变通方法用于处理大量阴性测试结果 状态显示板原本应该是显示阴性分子检测 检测当前的冠状病毒感染 但是偶然的还包括阴性抗体检测 显示一个人是否具有表明过去感染的抗体 在因新型冠状病毒大游行而减少了数月的出行后 金线公交将在周一开始增加公交服务 公交公司周三表示 从周一开始将恢复已取消的23条公交路线 并恢复其他路线的行驶 Metro说 这项变化将使Metro在工作日 恢复到其冠状病毒感染前服务水平的85% 在周末恢复到99% 乘车率仍然仅为COVID-19之前的30% 但由于社会梳理准则 每辆巴士上允许的乘车人更少 一些服务 例如南湖联合油轨电车和Trail Hand Direct 将保持暂停状态 到瓦松岛和西西雅图的水上出租车服务 将部分恢复 乘客可以在Metro网站上找到更新的时间表 华盛顿州州长杰因斯利周三表示 他将宣布 他将取消超过5500名的州工作人员的加薪幅度 并实行无薪休假 因为华盛顿州的官员正努力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 带来的迫在眉睫的预算短缺 因斯利宣布这一消息之际 周三官方公布的官方预测显示 到2023年华州的预算缺口约为88亿美元 比此前的预期还要严重 初步估计到2023年 该州的运营预算将有70亿美元的缺口 这些是需要为学校、公园、监狱和社会服务提供的资金 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是州税收减少 因为COVID-19期间 企业和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关闭 并自5月初开始逐步重启 华盛顿州经济与收入预测理事会目前预测 当前两年的州运营预算为533亿美元 预算缺口为45亿美元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明天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71度、摄氏22度 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 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T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 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 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 当然还有更多参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 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 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地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Slash Membership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 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uncingstv.com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 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 每十年一次的普查 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根据这些数据 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 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 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 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 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 全体一起参与 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 充满影响力的数字 谁能够爱呢 你我未来优势展开 请上2020sensus.gov完成普查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下面向您介绍娱乐新闻 17日晚 何炯在618晚会上 为可以站在自己身后的一排新人 让出镜头 特意弯下腰从新人面前走过 能新举动感动网友 而搞笑的是 摄影师和导播却似乎没有理解 何老师的用意 镜头全程focus在何老师身上 新人们全被摄影师截了头 据香港媒体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令影视产业遭受重创 有消息指出 周星驰似乎运需要资金周转 将山顶超级豪宅天比高 抵押给银行贷款 戴维签署的人是周星驰的姐姐周文基 爆料媒体向周星驰方求证 未获得回复 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6月18日3点15分 2019-20赛季 英超第28场一轮焦点战 在伊迪哈德球场展开争夺 曼城主掌3比0利克·阿森纳 斯特林 德布劳内和福登先后进球 路易斯送出了点球大礼 英超重启第一场比赛 维拉0比0战平谢飞连 结果这场比赛出现了巨大争议 就连英超官方都不得不赶紧致歉了 这争议的一幕发生在第42分钟 谢飞连开出定位球到禁区 维拉门将尼兰德抱住球后 皮球已过门线 但裁判未收到禁球提醒 最终主裁判不认为这球禁了 北京时间6月18日 据美媒体报道 科比坠机案的调查有了新发现 飞行员Ara Zabayan在坠机过程中 已经失去了方向感 今年1月 科比和二女儿Gigi 在一次直升飞机中的失事中不幸遇难 飞机上的9人全部遇难 包括飞行员Ara Zabayan 据美媒体报道 前NBA中锋肯德里克帕金斯 在今天接受采访时 继续炮轰凯里欧文 而凯文杜兰特在推特上 嘲讽帕金斯 这显然是在力挺欧文 由于带头反对NBA复赛 凯里欧文成为了焦点人物 昨天有消息称 欧文还鼓动其他球员 组成自己的联盟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财经方面 美国东部时间6月17日 截止收盘 道指跌170.64点 报26119.34点 跌幅为0.65% 纳指涨14.66点 报9910.53点 涨幅为0.15% 标普500指数跌11.29点 报3113.45点 跌幅为0.36% 截止收盘 贵金属市场方面 美国COMEX黄金期货 涨0.05% 报1737.410美元 每盎司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期货价格下跌1.1% 报收益每桶37.96美元 国际布伦特油价下跌0.6% 报收益每桶40.71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截止收盘 户止报2935.87点 深城止报11420.84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1美元兑换7.0855元人民币 根据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5月新屋开工年化总数为 97.40万户 高于前月的89.10万户 但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110万户 美国5月 营建许可总数为122万户 高于前月的107.40万户 修正值为106.6万户 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124.50万户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海明和小曼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陈湘 路易 萨萨 新一 新闻和小元 请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美国故事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元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州的劳工安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 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提供工商保险 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州劳工的 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 请告诉你的雇主 并且选择一位医生 接受治疗 致电免付费电话 877-561-3453 使用你偏好的语言 与本部门联络 以确认你的索费案件 已经收到 并且尽可能安全 且快速地复制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 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 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了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